是高中同学对吧 对 我们是高中同学 大学又考到了一个城市 对 是吧 对 然后点人表白了 是吧 对 就同意了 是吧 这一来一往也四年过去了 是吧 对 现在算是毕业了 都工作了 对 都参与工作了 那情感应该很稳定 现在他觉得我对他没有以前那么好 我主要是觉得吧 他现在老是拿那个工作为理由 特别弹色我 老是 弹色你 因为我是那种形式主义者嘛 比较注重那种仪式感 但是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 我就跟他说 情人节啊什么的可以不过 但是咱俩生日 今年日必须得过 他跟我刚在一块的时候 第一年那个生日过得可隆重了 然后我特别幸福 那时候特别开心 第二年的时候 在家里面等了一天 连一祝福都没有 落差感太大 连我生日都不记得了 我特生气那一次 那一天确实是工作太忙了 也确实是我的错误 我忘记了他的生日 当时第二天我也给他补了生日礼物 我要的不是生日礼物 你能明白吗 我要的是你的心意 哪怕就是你送我几块钱的玫瑰花 我也开心啊 我就问一句啊 不生气 这第二年忘记了 第三年 第四年 有没有记住 既是记住了 但是没有像以前那样了 但是我每年 我都会特别隆重地给他过 还给他精心地准备礼物 就是在仪式感这个层级上面 对 落后了 好 那还有啥不平衡的呢 然后还特别懒 就是我俩住一块 然后我买了三个盆 然后洗袜子 那阔分开洗的 然后他每次洗完澡之后 把那脏衣服全都往地上一扔 每次我给他去那个捡起来洗 有一次我就看看 我脏衣服扔在地上 我看看你几天到底能洗 我不给你洗的话 结果好说不敢说的 三天没洗 真发臭了都 有时候更过分 我跟他说了 让他不要把那个脏衣服 丢进我的盆里边 他每次洗完澡之后 他就把那个脏衣服 管到三下二十一呢 他全把它扔进盆里边 好像就是我就是他保姆似的 他以前不这样 以前他加入全他包 但是现在全我包了 而且没一早上起来就说 哎呀 我的袜子上哪了 我袜子洗了没 我的衣服洗了没啊 我衣服晾了没啊 我的那个西装在哪啊 我的衬装在哪啊 就天天这样问我 我是你的保姆吗 之前工作不满的时候 我不做家务吗 你以前也忙啊 但现在我有空我也会做呀 还回水 我也有工作 这态度很不好啊 还能回水吗 我有工作 听听抱怨就好了吗 还有啥抱怨 我每天早上 提早一个小时 起来做早餐 我为了让他吃了健康点嘛 是不是 我做完早上之后 我就上班去了嘛 上班去我给你留个字条 我给你做个早餐 你记得吃 他嫌我幼稚 我是不为了你好吗 我把我错了吗 但是他也让我要写回去 我就不喜欢写这种东西 不写的话他就会发脾气 那我不想让你回应我一下吗 我说一个词 你别怪我啊 没事 活该 我就不该给他做 不是不该 是活该 22岁青春年华一姑娘 自己有那么多的事 可以去拓展 不 他要给一个男人洗衣服 洗袜子 洗内裤 自己愿意吧 该啊 还做早饭 我就不该给他做 做完早饭就吃了就得了 还要写一字条 早饭我也做好了 皇上您用餐 我就是对的太好了 善用完之后 皇上还得批示一个回复是吧 这不是活该吗 姑娘 就是当你描述这一切的时候 你没觉得这个恋爱谈得 特别无趣吗 对啊 我特难受 而且我俩还 就中间分过一次手 分得好 你猜是因为什么分手 因为他爱打游戏 他成熟成熟地打 然后我俩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我受不了 我就跟他分手 分了一两个月 他又来找我了 我想着 就是他来找我 肯定就是他改变了啥呀 或者是 有那个鲜花啊 特别诚恳地道歉 结果没有 就一个微信 发着说 喂 我想你了 然后我就批批批 跟他复合了 这活该加一嘛 那你们俩现在状态 是个啥状态 就是他觉得 我对他不够好 那我心肯定落差大呀 你以前能做 你为什么 你现在你就做不好呢 不是 你们俩现在算是 毕业已经出来了是吧 对 现在你是在哪 现在我在长沙 你呢 我也是在长沙 也在长沙 姑娘是长沙人吗 我是湖南人 但我不是长沙人 不是长沙 你家是长沙的吗 我也不是 对吧 你看我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毕业了之后 人生可能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折 咱就别再聊 那屋里那点破事了 有没有更大的人生规划 有 但是我俩就因为这个事 也是有很大的意见 就是我妈妈那边呢 就想让我回老家 因为我妈妈肯定也心疼我 一个女孩在外边 她想让我回去嘛 然后她能照应我一下 我也省心 她呢 她就想在长沙多奋斗几年 我们毕业之后 我就陪她一直在长沙 而且我都没跟我妈说 我是在这个长沙陪她 就是才不回老家的 我只是跟我妈说 我说长沙的机会多 我说想在长沙 就是再拼个几年 所以你留在长沙 是因为这小子 并不是你所心仪的 一个什么机构在这儿 说我可以在 而且每天在长沙 也确实挺辛苦的 陪着你在长沙 是吧 然后你现在还挂上 我脾气大了呗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工作 就是这个性质 是以经验为主的 你经验多了 才会有实力 长沙这边的学习机会 在老家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想在长沙 多学习一下 这长沙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职业选择地 但是对姑娘来说 并不是这样 是吧 因为姑娘可能想要的是 因为我想要稳定的 我舒适一些 对 稳定一点 相对稳定 那你说你参业工作 你说你有经验 你也参业工作 这么多年了呀 我也没看着你 多少年 才毕业 他两年 他要比我参业工作 久一点 专科生是吗 不是 本科 本科已经毕业两年了 那也才两年啊 他每次都跟我说 他说我今天学到了什么 这经验什么 越来越丰富了 那丰富你就努力呀 他有时候还在家里边 特爱打游戏 还骗着我 你先睡吧 然后说我还有图要画 我今天搞得挺晚的 然后有一次 我就起来上厕所嘛 不堪不知道 一看真真吓一跳 跟他打游戏呢 这个场景 很多妈妈很熟啊 儿子说妈妈你睡吧 我还要认真读书了啊 我要发愤了啊 结果妈妈 扮演起来说送杯牛奶吧 儿子啊妈 看你看什么书呢 我的妈呀 你说气人吗 这有啥气人呢 这自找的嘛 你是什么设计啊 环境设计 打游戏是为啥 就是空余时间了 就想打一下游戏 放松一下 但你不能骗我呀 你可以跟我说 这为什么骗你想过吗 陆琪老师的观点 特别扎心 陆琪老师是这么说的 姑娘们啊 不要跟游戏争 人家花了好几个亿 几十个亿 弄了好几百个人在那儿 弄了一个游戏 天天变天天变 肯定比你有吸引力 这你说的吧 对吧 游戏是比她有吸引力吧 没有 没有 没有为什么打游戏 不理她呢 这个也比嘛 你跟游戏比的时候 你就输了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 到底是干什么 姑娘 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我现在特累 特难受 感觉跟她也过不下去了 不是 你只是谈个恋爱 怎么用了过这个词呢 就是我俩现在就住一块嘛 这么说吧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 这已经基本算你老公了 对 你们俩的关系 现在在你的心里 就界定为了一种 就是亲情 啊 就是已经 就谈了四年恋爱 就亲情了 行 这也习惯了对方了 都已经 这就都习惯了 哎呀 那你今天 确实也赖我 就是我感觉 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呢 她就觉得我离不开她了呗 也不会我想着 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乐手感特别大 嗯 你今天陪着来的目的是啥 她是想让我做出改变 想让我像以前那样对她 但是我就觉得 生活不会能处处充满仪式感嘛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 也是经常吵架 有一点什么事情 不顺她的心意 她就会和我大吵大闹 好 哎我凭什么不能说呀 能说能说能说 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行 还喜不喜欢她 确定吗 确定 哦确定啊 有没有一点觉得 这个女人还挺烦的 叽叽喳喳 但是不会 但是你 就是假如现在 你让我去找别人 我肯定也不会走 我没让我谁让你找别人了 知道你还没那二心呢 我就说你现在对她 是个什么感觉 就是 像自己的一个 亲人 也是亲人 这就完蛋了嘛 就是还没怎么着呢 还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呢 就已经成为亲人 你们这亲人挺好成为的 她离开行吗 什么 不行 确定吗 确定 那你就回老家呗 你看她追不追 其实我们分开了两个月 就因为她打游戏那次 我又真回老家了 去了吗 她那会儿好像请假回去了 一两天吧 然后呢就跟我出来 见了个面 然后就给我发个微信啥的 然后我们就复合了 刚才我说过这事 微信就发了个 我想你了 然后就那个了 对 中间过程里就啥都没有 对 也怪我自己 放不下她呗 所以她还是可以走的嘛 对 所以说了真话了吧 你并不是那么不可或缺啊 我来问小伙子吧 今天她离开了 你也就是象征性的挽留一下 是还是不是 不是 你会如何挽留 我肯定会 直到挽留到让她原谅我 如果她就是不原谅呢 那我就会一直求她 求有用吗 那我会做出心动 所以在你和她的交往经验里面 就是你生气了 其实我是有办法把你哄好的 对吧 我并不担心 对 对不对 对 听见了吗 这是实话 女生到底要个什么样的男生 想要个温柔体贴吧 就是至少对我善心吧 她温柔吗 她以前很温柔 她体贴吗 她以前很体贴 现在都没有了 对 都没有了 她对你上心吧 她追你的时候非常上心 特别上心 现在也没有了 如果我告诉你 随着岁月你想要的东西 它会越来越没有 你还要它吗 但是我知道 但是可以就是 没有像以前那样 就回归平淡嘛 但是我觉得你至少 所以你就说就你这底气 你跟人闹什么闹啊 你这段话里面就是 我离不开它 别问了 问一个特别无趣的问题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 至少加入活 就是能够跟我分担 就是体贴我一下 好 接下来我就再问嘛 你觉得婚后 现在没结婚 婚后这个男人会变吗 变成你想要的那个男人吗 我觉得不会 对啊 现实就是这样嘛 现实就是这样嘛 又不想离开 又知道一切是什么 卡在这儿了吧 姑娘 她以前到底为你做了什么 就是特别体贴我 因为我是舞蹈老师嘛 然后我那个 从小学舞蹈 然后有一次考级 我觉得已经势在必得了 然后结果就赶在眼上 然后我就腰伤 就受伤了嘛 然后我就 那种时间对我打击特别大 我就特别消极 我就没有什么实力 心情特差 也不出门啥的 然后她就让我开心嘛 把那个水果 做成那个兔子啊 小熊啊 形状的特可爱 然后来哄我吃饭 你应该是拍照圈了是吧 嗯 对 我今天来的时候 准备一个视频 来 我们看一眼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恋爱的女生生日都会忘的男生 没有女生接受得了的 当然男生和女生在思维上是完全不同的 而他认为这样的一些虚飘飘有什么用呢 他认为是华尔不识的 但是有没有考量 在女生心中这样的幸福 他是可以记忆一辈子的 即便他把照片删了 他能够清晰的记住 哪一天我们一起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所以这一点男生您真的要改 您看我们这么大的年纪 感忘自己老婆的生日吗 当然因为现在工作忙 他要奋斗要努力要打拼 不能像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一端恋爱 另外追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我们真的不要实时拿到 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恋爱阶段来说 更不要拿到今后婚姻去说 因为那一个阶段是不同的 我认为他对你的爱依然是存在的 还有一点更关键的 你们这个年龄真的是需要打拼和努力 您刚才说 我回三四县的老家 父母可以帮我 我可以安稳 你们这个年龄还没有资格求安稳 长沙既然找到了工作就好好打拼 如果说你们在这样的打拼当中不去竞争 那这个人生就天天给你仪式感 你也没有东西可以炫耀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炫耀的 自己的扎扎实实的人生 这才重要 女生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听坏的吧 坏消息就是她改不了了 她没有办法回到当初追你时候那个热气了 而且有可能以后 随着如果你们真正最后生活在一起走到了一次 她可能还不如现在 因为以后又有孩子 老人 房子 车子 压力 等等 她可能会对你更没有耐心 可能过生日都不用你说 咱俩今天浪漫一下 吃个烛光晚餐 你自己都放弃了 她要出差 或者老人生病了 或者孩子怎么样 回不到从前了 这是坏消息 好消息的是 你这个男朋友 他没有二心 他没有想要离开你 你们生活在长沙这么一个年轻的 有活力的 也有压力的城市 各种工作的压力 生活的追求 丰富的信息和资源 她的心里会承载越来越多 越多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甜蜜的爱你 你明白吗 所以回不去了 如果你说我还享受 希望能更多年的浪漫的 有形式的 有仪式的爱情 只能换人 如果说我愿意接受 所有的恋爱到最后 我们将要面对的共同生活 成家生子 都要有那些烟火的 疲惫的 压力的 但是彼此携手的 默默支持的 那你就继续 因为你们确实是 有爱情的基础 其实今天你要的浪漫 再过十年 那个浪漫会 节奏会越来越慢 不管你和谁 你成家了之后 面对生活压力 有爱做基础 但其他都是 真的是很鲜活的生活 鲜活的日子要过 所以这是你的选择 男生我想说的是 你确实像于老师说的 你这太快了嘛 你至少拿出 百分之五十的殷勤啊 要不是哪个女生 跟你谈恋爱啊 一开始捧上天 对吧 花送那么多 礼物送那么多 把过去十八年 没陪人家过的生日 礼物还要送上 你太懂浪漫了呀 今天变成这样 你身边女人 谁受得了 所以你要想过日子 你就找一个 想和你一样 愿意在大城市 打拼我们共同 什么将来的房贷 车贷 我们去迎接新的生活 踏踏实实过日子 可能出门都是拖鞋 因为累呀 你就找这么一个人 过日子 你别找这么一个人 谈恋爱呀 明白吗 忠于自己的内心 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就谁也不累 我相信你们有爱 也希望你们能调整 但是挺难 加油吧 年轻人 真相就是 她用心给了你那么多的 惊喜和仪式感 未必是多爱你 因为呀 她身边换作任何一个女生 是她女朋友的时候 她都会那么做 这个惊喜和这个仪式感 不是为你一个人 这是为爱情 所以有的时候 真相就是很扎心 那换言之 她现在不这么做了 不给你惊喜了 不给你仪式感了 也未必代表 她就不爱你了 因为每一段爱情 走到下面的时候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也是真相 我们都说童话是骗人的 对 就是骗人的 灰姑娘的故事感人吧 浪漫吧 那你说 为什么灰姑娘12点之前 她必须得 小时必须得回家呢 就是幻想的 12点 就必须要回家 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呢 不是童话故事里面 那些浪漫的桥段 就是告诉你在男人面前 该消失的时候 马上消失 他们才能翻回来头找你 你就每天这种殷勤地 给人家去做早点 你想让人家 对你怎么样啊 所以很多东西 都有两面性的 你知道吗 你一边说着 我是你的保姆妈 一边又给人家 提前一个小时早起 做着早餐 你说你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不就是把自己当 成那个角色了吗 所以在爱情当中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如果真的遇到 平静和问题 不要先揪着这个事 一定要一个结果和答案 你这个时候 就很好的一个段时间 去可以发展自己 可以去设计自己的未来 然后当你变得 全部都是闪光点 每天光彩奕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男人 他天天围着你转了 这也是真相 仪式感 重要的不是仪式 而是感觉 永远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想要这个感觉 或者说别人能够发自内心的 给到我这个感觉 仪式感它才成为仪式感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仪式 而去要那个感觉的话 谁都可以给你 谢谢 你一年回家几趟啊 我一放假 我就会回去 你每次回去 你妈对你好几天 我回去 是不是最多七天 我们有个网上的平均数字 你回家三天之内 你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三天之后 好吃的没有了 到了七天就开始吵架 到了十天 就恨不得把你赶走 你连你妈这种亲人 都只能忍你七天 请问这个人忍了你两年 四年了啊 就算他前两年对你好吧 忍了你两年 是不是这个人比亲人还行 听懂了吧 听懂 第二个问题 刚才沙纳老师说 灰姑娘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 所有迪士尼的出逃公主 最后都回到了皇宫 你看我灰姑娘是不是 嫁给了王子 是不是白雪公主 最后又被王子给救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外面她过不下去 她过惯了公主的生活 在外面什么洗衣服 我今天洗一天 可以洗两天 可以洗三天 我受不了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一样 我为了爱情 我愿意做家务 但是你忘了一件事啊 这里面有一个 情绪堆积的原则 就是当你的平衡生活 被打破的时候 你的情绪在不断地堆积 你这个情绪又发泄不掉 最后你就越来越难受 越来越难受 最后你只能回去当公主 就是你妈说的 哎呀回来吧 妈可以照顾你 但是你忘了 你妈只能忍你七天 这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呢 为什么呢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要真有公主的命 你回家当公主 没有人老振 不要跟他一块过 你回家有人伺候你 不管谁伺候你 去 完了 第二个 你努力让自己活成公主啊 你拼命地挣钱啊 挣完钱 你说我请你保姆行不行 我从此以后不用洗衣服 也可以啊 你不能两边都不招吧 对吧 既没有当公主的命 自己又没有办法活成公主 最后还说你 非得把我宠成公主 凭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 有趣的灵魂 那这个时候 生活里的争吵 就应该是常态 合不合适自己看 恋爱的真相就是这个 生活的真相就是这个 你们真的如果 还相爱 还愿意 你们找一些 共同要去开发的事情 我相信可能还在爱 能不能坚持 愿不愿意去改变 是你们自己的事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确实我 确实这段时间 没有给你想要的 但是 我现在在这里 向你保证 我会尽我 最大的能力 给你想要的仪式感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觉得我很累了 因为我觉得 我跟你在一起 这么多年吧 没图过你啥 但是你一直就是 没有把我放心上 反正每次都要 都要就是感觉 拿我当儿戏似的 各种理由来读我 我觉得特别 特别心累 而且我跟着你 这么多年 我也真的是 陪着你过来的 你觉得呢 所以我这一次 我并不是很想在一起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吧 咱们预测一下吧 男出 女不出 双不出 但是我觉得今天 还是会双出 来吧 咱们看看他们的结局吧 请开门 双出来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祝你们开心啊 加油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